各位逗客們早安 看到我穿睡衣的樣子 就知道今天又是 一朝起來準備爽吃了啦 就知道今天又是三餐吃到飽了 這次的三餐呢是 牛牛牛 奔放三餐 夠牛了吧 這次受到實在好棒的邀請呢 他在疫情期間的時候就 叫空頭 一組 牛排組 我覺得實在太讚了吧 然後就說 想邀請我們試吃看這個牛排 然後看可以變出什麼料 然後我們就針對每一種牛 去設計出 一胖跟一天的三餐 怎麼那麼開心的工作啊 這次選的有 嫩尖牛 熱眼牛熬 翼板牛 還有板劍 以及牛肋條的筛組 感謝實在好棒 贊助播出 實在好棒就是跟 1855去做合作的一個台灣品牌 1855選用安格斯牛之外呢 他的牛肉其實都有多的一道工序 就是熟成的部分 所以會把肉質更鎖在裡面 然後才出品這樣子 早餐有美式早餐 午餐有韓式午餐 晚餐還有日式 牛牛牛奔放三餐 準備好跟我們一起爽吃了嗎 爽餐 然後就可以快點 就不要去吃 我喜歡你 那我 تع不te 大家可以喝 我喜歡你 做不來 然後就有 我們喜歡你 但是 你不可以別的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我覺得 你喜歡你 我喜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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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喜歡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早餐选的是 嫩煎牛 美快牛排它一定有它自己可以在的位置跟地方 只要用對地方你就會覺得爽 所以我試吃的時候就覺得 它真的很像我吃的那種美式早餐 NY貝果 你吃早餐牛排 如果晚上吃到我就會覺得 但是只有早餐吃到就覺得爽快牛排了 我們這次做的是牛排 哇這真的太爽了吧 牛排三明治 中間還夾了 酪梨 哇這個爆炸系的好爽喔 快牛排可以做兩份 而且兩份的牛都是這麼炸 人家櫻桃小嘴 學 畫龍點睛真的就是那個酪梨 那個酪梨好好吃喔 那個牛進去有個牛香 牛油的味道衝出來之後 那個酪梨的那個滑順感 欸台灣酪梨真的不輸欸 我這次用的是嫩尖牛 嫩尖牛它是牛的肩膀 這感覺這隻牛有在做重訓 就稍微比較韌一點 背肌練得很好 它會有一些筋 你就順著那個筋的紋理去切 逆紋 把它片的斜斜的這樣一片一片 薄薄的 然後把它放上來了 我在澳洲的時候超愛吃酪梨 每餐都給它加酪梨 什麼都加酪梨 牛排加酪梨就是爽 那你去澳洲變胖嗎 有 吐司也選了Birds 厚片的牛奶吐司 它中間很鬆軟 但是你一定要做一個步驟 就是用奶油去煎 真的好香好好吃喔 普適的脆 然後咬到酪梨的那個滑順 然後再咬到牛肉的肉香 我覺得牛肉你放對地方喔 就會好吃 那你放錯地方喔 就是把錢丟到水裡 你其實酪梨你也可以直接吃 加蜂蜜 其實我還蠻配的 你知道為什麼這餐早餐叫奔放早餐嗎 因為它有三種牛 嫩煎牛 牛奶 酪梨 裡面有火 放完衣服 主午餐 換了新帽子跟新背心 你們看得出來嗎 我自己都快看不出來了 中午我們吃的是韓式 中午我們選的是板件牛 因為板件的筋比較多一點點 我直接顛覆想像啊 我們不要跟牛排餐館對尬 人家拿的是菲力等級 然後你拿板件去跟人家尬 沒有意思 你板件就是要活出板件的特色 板件 你可以的 金板件 金板件像嗎 像 我們就來做出自己了 韓式料理 對沒錯 韓式飯卷 直接幫韓式飯卷升級 牛排燒肉飯卷 韓式飯卷不是都是用韓式燒肉嗎 我們直接變韓式燒牛排 很難得在這邊就直接現包好了 手酒精叫做多 我們喜歡買這一間原本三的韓式韓式 平常肚子餓的時候就是把它當味道只在吃的 我們就是拌了一鍋麻油飯 就是把飯弄起來之後淋上適量的麻油 讓每一粒米豆沾到麻油的香 最後再撒上重點是什麼 白芝麻 就夠像韓式飯卷 飯你記得起鍋之後你要放冷一下在拌 我覺得會比較香 麵也比較Q 飯不能鋪太厚 因為鋪太厚齁 你等一下會卷不起來 然後你頭尾要留一點點邊 配料的部分呢 我覺得 換佩服韓國人 總是可以做出很讚的小菜 但是我買東西 但是好家在是什麼 我們家樓下有一個 道地的韓式料理 做這個事情最幸福的事情是什麼 喔!很好吃耶 因為我們用那個韓式的洋蔥醬 它整個就是把燒肉醬的味道吸進去了 然後板件中間不是有一條筋 就我們的切法是橫切 所以就讓那個筋直接被阻斷 長條形的排法 中間你就放你自己喜歡吃的肉 那我們今天放的是牛排肉 炸菜冬粉 泡菜 好療癒喔 飯絲呢就是樓下沒有賣 但是我們自己隨便弄過的 留一點點的那個沒有飯的頭要在那邊 這樣子 然後壓 壓 壓 捏一下捏一下 緊一點 直接是三卷的 可是我們的切麵比較醜 你不能有攤麵嗎? 哈哈哈哈 好了 這一定要壓到緊 這樣壓到緊 壓到緊 來 可以用下來 哇 滿讚的耶 這個牛排的感覺就很有誠意啊 嗯 嗯 好好吃耶 住在這邊做飯的 重點就是我被邊做邊吃 要像阿芝麻這樣 好喝 嗯 它的肉 因為被這樣結斷了 所以你就可以享受很純粹一口的牛排香 你不用咬得很辛苦 然後還吃到牛排的感覺 好好吃喔 然後泡菜的酸 去綜合那個牛排的味道 有豆芽菜 然後跟泡菜的脆度 然後吃香公粉的彈性 然後加上蛋絲的香 先顧一下口感 對 讓它更有層次一點 這卷堪針是我超完美的口味 所以你愛什麼就往裡面包就對了 嗯 但是包的有在加強 我的晚餐絕對沒有讓你們失望過吧 前面兩個那麼豐盛 晚上一定要再超越那個豐盛 奔奔奔奔放晚餐 一樣三種牛 地板牛 骰子牛 樂眼牛排 我們會把它著稱日式的晚餐 日式燒肉丼飯 以及日式燒烤 我現在已經興奮到不行了 哇 聞到就好香喔 這個叫做 濃厚月見蒜酥燒肉 鬆餅丼飯 自己取得很長的名字 一板牛 因為它的肉質很嫩 油脂很多 其實它就只要乾煎就會非常香 我們就不要浪費這種肉 它的骰子牛是用牛肋條去做的骰子牛 可是我們發現用氣炸 控制那個溫度 讓那個油整個逼出來 更香 所以我們這次就直接用氣炸了 所以煎完以後氣炸兩個時間剛剛好 沒有誰等誰的問題 灑上一點點蒜酥片 這個蒜酥不是我做的 因為我做的每周煎太黑 直接買現成的 然後我自己做了一個東西 我狂推你們可以自己做 濃厚月見 它的就是醃漬蛋黃 看到這個蛋黃顏色 跟平常黃金咕咕不太一樣嗎 超入味 對 它超像黃金咕咕他師傅 剛剛其實我們這個碗裡面有兩顆 因為有一個魚貨在下面 那妳要陪我了 一板牛 這好紅心喔 我覺得這個濃厚月見超讚的 因為我原本一開始只想加生蛋黃 可是我就覺得每次都用生蛋黃沒有心意 我教你們怎麼做 因為我做一次都覺得愛上 而且超級簡單 簡單到爆炸 它其實就是醬油跟味醂2比1 然後醬油呢 我們超愛吃平科大的醬油 火鹽醬油去做 就不會太鹹 可以生吃的雞蛋 然後把蛋黃直接放進你剛剛那個醬子 醃到它一半是最好的 然後你再淋它 你就可以冰到冰箱了 隔天吃的很像糖心蛋的內力 這顆是我們放了三天 這個質地很好吃耶 再加上這個牛的油脂 我本來以為放三天會好心 不會 這個醬油選對什麼都不會 拜託我們做好不好 我剛剛已經偷吃超多顆牛肋條 因為有些傘子牛每家用的部位不一樣 只要切成方形 你通通可以叫傘子牛 他們家的傘子牛是用牛肋條的 我喜歡牛肋條的傘子 油花跟油脂的香氣有一個特殊 筋跟油花之間帶來的那種牛肋香氣 牛肋真的很好吃耶 我最喜歡吃牛肋做的牛肉麵 我們今天準備了 蔥鹽醬還有蒜酥片 柚子鹽冰鎮洋蔥絲 最後我們來請特別嘉賓 畜畜院燒肉焦 這個就是必須的吧 這個畜畜醬真的超級好吃耶 我們買的是原味 然後另外一種是鹽味 鹽味就是用芝麻油跟大蒜下去用的 華味鳥的十種香料的神蜜粉 幸福的慈慈生日 四重咒自己取的 異板洋蔥鹽 胡麻的香加那個洋蔥的脆 蔥鹽就是讚 蔥鹽醬燒爽脆洋蔥 嗯 那個醬帶一點甘甜 加上牛肉的汁 嗯 一百牛就是拿來烤就對了 蒜香一百牛 突然變燒肉凍的風味 鹽味柚子 它有一個淡淡的柚香欸 還蠻香的欸其實 嗯 柚子的香氣帶一點辣 好吃啊 老闆可以幫我換網嗎 我們今天的樂眼牛排 現在有一些厲害的燒肉店 他們也會有樂眼牛排 整片點 在家裡吃超爽的啊 一百的肉質比較嫩 然後油花適中 比較均勻 樂眼的地方它是 肉感比較重 今天我們吃日式燒肉 比較秀氣一點的 這個樂眼比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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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式燒烤的那種 推這款 我們剛剛自己醃的 牛肋條的骰子 牛肋條就很適合這樣醃 因為它醃進去 它本來就很有嚼勁 它的味道又適合 比較重一點點 然後吃起來就會有一個爽感 接下來的廢牛油 我就可以這樣子 我很喜歡 牛肋條的那個彈性 有些牛肋條很容易卡牙縫 這個不會 它彈性度很夠 你們吃牛肉你們喜歡吃哪裡啊 我就是很沒有喜歡菲力的人欸 因為菲力太瘦了 我就喜歡吃牛小排的人 牛肋條的牛味 是我很喜歡的牛味 因為它牛油的香氣 非常足夠 我們先把這個吃完 待會結尾見好嗎 今天吃完奔放三餐 不知道你們覺得怎麼樣 我個人是覺得很開心啊 每一餐的牛都有不一樣的展現方式 有早餐的美式 然後午餐的韓式 跟晚餐的日式 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中秋節的話 它是很適合拿來燒烤煮的 只是我把它做了更多種變化 讓你們可以知道說 這一組你買回家 不只中秋節可以吃 總共有9包 分別是嫩尖牛 反鍵牛 然後還有骰子牛 牛肋條的部分 一板牛 還有樂眼牛排 全部拿去中秋烤肉 也是可以的啦 不知道你們今天 是不是有實在好棒呢 感謝乾爹熱情贊助 我是吃得很開心 希望多多有這種 除了牛肉以外 還有海鮮 還有任何有機會 好吃的老湯美食 都來找我們好嗎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早安 早上起來要親眼死 我都不信那些攤檔 一起長得那麼美 他是偶像劇的女主角 每次睡醒都晚裝欸 我就是要這種邀約 這種邀約給過了 希望你還有 從頭到晚吃海鮮 從頭到晚吃火鍋 我會先把那個 沒有推掉 我會先把那個 我們在一起吃火鍋 那邊吃火鍋 我們會先把那個 貓餅 那邊吃火鍋 我會先把那個 把那些小火鍋